我來講一句台灣的俗語 是德定家庭德哈公圍 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桌頂吃飯指上桌吃人家的飯 那個桌腳講話指下桌說人家的壞話 既吃哪人家的東西不心存感激 卻在背後埋怨批評收人家的不適 這個大概的意思也就是 你那個吃人家東西 拿人家的東西 一定要好好的來感謝人家 不能又拿了人家又吃了人家的東西 那在這個背後 反而說人家的不是這樣是不應該的